各位骑游店好 欢迎收看Dict的象棋场局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骑游原创的江湖场局 这一盘棋局可以说是招法十分精妙 表面上看黑帮这边居住临门 无非就是这一部平底足的沙棋 但对红方来说只要看上两三分钟 很多骑游都可以看出一部妙手 只要红方近底居一将 黑方只能向掉红居 红方平中泡一将就可以对掉黑居了 红方保留三个高兵 黑方仅有泡伤主而已 而且兵力十分散乱 压根就看不出有任何照射的力度 所以好像这么一种红方有取胜的机会 倒是如果红方按照刚才的思路来走 恰恰是个败招 因为这里红方近底居将 老将不能动只能向掉红居 这时候当你平中泡叫杀的时候 黑方这里不会电炮也不会挡下 而是选择平老将 这一步骑到一走下来 红方这手可你得赶紧抓紧吃黑居再说呀 不安的话 毕竟黑方这里平底居是杀奇 但是吃完黑居之后你会发现 黑方走出了一步 弃底居家的妙手 这一招期一走下来 红方如果平率吃足 黑方近底泡一将就是陈亚军的杀法 你挡下黑方平足吃相 必败 那如果红方这一边不吃足 选择上帅也没用 好像这里黑方平泡到雷线作杀 我可以用兵来挡住黑炮 但这时候黑方却从雷道来作杀 近底泡一将 红方这手 泡不能动 唯有上帅这一步骑可走 黑方拱高足一将 就可以形成困壁 所以上手 看似有一部对居的妙手 恰恰是个败招 那这一步骑行不通 红方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如何守住黑方的这一步 平底居杀奇 好像现在居将照杀无果 我也只能选择退底炮来防守了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个居反倒要丢翘 黑方可以向掉红狙 现在红方仅剩三个高兵可以照杀而已 压根呢就没啥力度 反倒黑方下一步骑 随时呢可以拱高足 下来杀奇 那这时候红方迫不得已 也只能抓紧机会 平炮打掉地主 大一旦这么走 也图牢工 因为一方退居抗向 下一步骑呢 一旦退居吃掉红方的高兵 红方呢直接上了架 那么现在红方这个高兵又不能躲 因为黑方中路有降面 如果呢你平兵走贤奇的话 黑方就是把脸将杀 那这个兵呢躲不开 这时候有些姐会认为 我把兵靠过来 其实双兵连动不就行了吗 大一旦呢趁此机会 平炮一将 红方摔不得动 还是得挡高兵 黑方呢又是把脸将杀 红方再见难逃 所以呢相当于上手 红方即便选择退炮 回防也行不通 那这里好像一开局 红方就走投入了 这时候红方呢 要想出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呢既能够逃掉 红居的同时 又可以退炮来防守 形成一个一进双掉的 妙手机会 那到底该怎么走呢 第一招红方要巧妙 平中兵弃兵将 黑方是不能平降的 红方平局将直接杀起 所以呢迫不得已 只能让上将吃掉红方的中兵 红方紧接着 再次呢拱兵扛向 送兵将为将 对于一方来说 现在呢 一下将 我进体局将是杀起 平降的话 我平局将必败 唯有上将 这一步棋可走了 那红方呢 巧妙连送双兵之后 刚好可以平局 抢占中路的雷线 来牵制 这样一来呢 这个局就得以解脱 而且这一步棋是必走棋 因为红局要抢占中路 保住中路 黑方待会退局吃相的机会 那因为左边有这个兵 所以黑方呢 只能降我平视 一平降过来 红方这时候 再次退底炮防守 维持不完 那现在呢 局面就告一个段落 在这个风雪岭 对黑方来说 现在 接下来 到底会怎么走呢 这里黑方呢 可以直接平足将 逼着红方用炮吃足 或者呢 用其他的思路来围剿 但首先来讲 黑方能不能平足将 如果一旦这么走的话 反倒要败 因为红方这里呢 可能得用炮吃足呀 而对黑方来说 这手尽管可以平底足过来围剿 因为红方不敢现象吃足 中路有居被牵制住了 所以呢 这时候 红方意外合去而从 虽然这时候呢 黑方即便 待会一平底足过来 隔部就是成杀 但红方即便呢 还是有妙手 可以解围 我只要平均照头将 黑方只能平降 我就直接退居吃足了 而对黑方来说 现在居呢 又不能吃中相 因为呢 被炮 给双链做了老将 像带黑方中路的花心居 也只能安兵不动 你泡面呢 又无从发挥 这时候呢 只能平底足过来围剿 但是呢 根本来不及 红方平均点一将 逼你平降之后 再次点一将作杀 就可以巧妙 退居打掉黑方 底边的足了 那一方足一丢 中路的局又被套牢住了 你仅剩一个炮而已 压根呢 就没啥力度 一旦这么走 黑方反大要败 那这也是黑方 即便直接平底足过来 点将 比红方平炮吃足的变化 恰恰是个败招 那这里黑方呢 不平底足过来 又为何去而从呢 现在拱高足下来也好异压 因为呢 红方随时 可以通过平均点将来吃高足 压根呢 就没啥力度 这时候一方即便呢 唯一的手段 就是近底炮 下来为家 好像这一步近炮 看似平荡无奇 但是呢 恰恰是黑方的正手 现在对红方来说 到底该何去而从呢 现在红方这一边呢 可以直接先平炮吃足 或不吃足 两种变化 如果不平炮吃足 直接造头江 想通过呢 引离降面之后 退居吃高足 想利用借江足弓 来杀起的话 反倒要输起 因为一方呢 只要弃足一将 红方呢 只能用炮砍足 刚好黑一方呢 趁此机会 借助底边炮面的优势 狙戒炮尾 砍炮尾角 把帅引力上来之后 掏底一将 就可以抽吃红方 中午的狙 红方狙一丢必败 这也是一方机编的浸泡 造杀的一个手段 所以导致红方这里呢 是来不及平均点将 吃黑方高足的 这时候红方唯一的出路 只能先平炮 吃掉底足 这才是红方的阵手 而对黑方来讲 又该何去而从 现在黑方机编呢 如果直接平炮吃红炮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 红方机编 只要直接平高冰过来就可以了 对一方来说 现在想要作杀的话 只能呢 先退一步炮 下一步骑平炮到边路 拱底炮来杀起 但是呢 你会发现 根本来不及 因为红方呢 只要拱高冰就可以了 下一步骑 平均一将 就是绝杀 黑方现在呢 没有照将反杀的机会 唯有呢 下降这一步骑可走 但红方呢 再次平高冰 下一步骑呢 平均一将 黑方必败 你下劳将呢 也来不及呀 红方呢 兵杖滑星 面对红方的一步成杀 黑方呢 就在前难逃 所以呢 这也是呢 红方机编 选择平炮吃掉底足之后 黑方平炮吃红炮的一个变化 恰恰是个败招 但黑方的手法呢 却十分精妙 直接平底足过来 形成千字 建议来前面九所不同 先不及平足砍炮 又是杀棋 对红方来说 这手又该何去而从 现在红方这一边 炮呢 很难造成叫杀的机会 又不能下降吃底足 因为呢 被黑方中路的局所牵制 但这手红方呢 又该何去而从呢 红方这一边呢 无畏的手段 是先选择平炮 打掉黑方底边的炮 静观其变 而对黑方来讲 下一步棋 红方只要平局照头一将 引力黑方平降战中之后 随时呢 可以退居吃高足了 对黑方来说 现在拱高足呢 压根呢 就没啥力度 所以呢 肯定得平底足过来作杀 那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很多球就左右为难 如何呢 才能够守得住 黑方的这一步 平底足杀棋呢 这时候呢 红方级别呢 很多球都束手无策 但是高手眼中 还是有妙手可以解围 就是呢 平局照头江 引力黑方的降面 这时候呢 解脱这个局之后 就可以落中向 用炮 守住底线了 而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如果现在平底足江 我就平炮吃足 你进去扛炮一江 我就上老帅 黑方仅有居高足而已 但是呢 压根就无法拱足下来为家 被居所牵制 你抬高居来防守的话 压根呢 就起不到任何威胁 根本呢 占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方即便呢 也不会这么走 这时候压根呢 会平足扛向 现在步骑呢 暂时把足腾挪回来 构成围剿的机会 而对红方来讲 现在又该如何应对 现在如果红方退居车高足 黑方平底足过来 这里是一部成杀 红方谁挡不住 必败 所以红方呢 为了解掉黑方的这一部平底足杀起 只能呢 先把炮抬上来 黑方一平足 红方这一边呢 炮刚好到位 守住了中路的内线 现在对黑方来说 就十分无奈了 这时候黑方呢 这一边到底又会怎么走呢 现在呢 如果黑方这一边 想通过拱高足 来围剿的话 却发现 根本行不通 一红方这里呢 只要退居吃掉黑方的足就行了 尽管黑方呢 可以退居吃红炮 想通过接江助攻 创造老兵受伤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红方一上算 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是要进居家 我就上算 你想利用老兵受伤 只能平底足过来围剿 但现在呢 就比谁的速度快了 这时候红方呢 平高兵过来 黑方平底足 我进居家 黑方下降 直接拱高兵 你想老兵受伤 肯定得平底足过来呀 但红方却可以先下手为强 通过居家的方式 把老家引离下去之后 炸起拱高兵 这里红方是一步乘杀 反到黑方呢 至少需要隔步乘杀 隔本揽不住 必败 所以一方这边呢 想通过老兵受伤 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回到刚才的旁边 但一方这边 眼看红方平中炮之后 相当于拱高足是好意义的 那平高足的话 就反倒给红方的帅 晾开了中路 随时呢 有去江珠公来杀起 所以一方可能不乐意 这时候呢 只能平底足一江 逼着红方的炮来吃足 建议走前面九所不同 双方这么一队 黑方即将助攻 逼红方上帅之后 又可以呢 把锯台上来 跟刚才呢 黑方的走法 其实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 只是 破掉红方 底边这个当项而已 而对红方来说 现在仅有居兵 真的呢 也把兵靠过来 看黑方呢 会合去而冲 现在对黑方来讲 高足拱不下来 如果直接平足的话 红方呢 又可以借帅助攻 进底鞠来围剿了 所以一方这时候呢 只能呢 通过点一江 逼你上帅下帅之后 退高鞠来防守 但一旦这么走 对红方来说 现在呢 只能呢 进鞠走前棋 或者呢 动帅走前棋 大概一方呢 因为这个高足拱不下来 主要是防止红方 借帅助攻的杀棋 所以压根呢 根本占不到这样的便宜 一旦这么走 也只能点一江 逼你上帅之后 退高鞠来牵制 接一来呢 双方呢 只能互为牵制 红方呢迫不得已 只能呢 赶紧平均江来约队 双方这么一队 就是一盘合起 席高鞠来岁